這個權利 所以他只能拖 所以說他只能拖 對 只能拖 所以我們已經拖拖了六年多了 將近七年 但是一個主席很嚴重 就是說 他會引導著 黃明天委員 他就這樣走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邱文宴 國民黨邱文宴那個 現在是立法委員 以前是環保署副署長 他擋了太多的財團的 財路 所以他副署長他就被拿下來 轉到轉戰立委 結果他一轉戰下來之後 混蛋了 所以我黃明都過關了 比較多 這真的也有好的人 他認為說 應該要保留 現在副署長求婚 他曾經來過我去編他 那看一看他說 哎 輝哥你這邊是做什麼的 住宅區 他在看 他在看 我們這邊是沒有水啦 但是都是依青山 你看 他覺得說 這個地方做住宅區 很可惜 或者不能擁有這個生態 做一個教育員區 所以在當初 邱文宴還講說 這個地方能夠做為 生態教育員區 淘寶教育的場所 是最好的 叫新北市這種 朝這邊去規劃 但是新北市 因為新北市這種 斷不離你啊 反正我就是 以看說所謂去下去 規劃 這個案子就斷了 這個地方 保留這個現況的話 對GDP沒有貢獻 開發的話 其實 你算GDP 其實我跟你講 GDP這種事 因為在經濟方面 我們不懂 因為我有自從 這變成 我只能講一句話 百姓有沒有受費 才是最重要 不過現在百姓有沒有受費 那應該是最厚的 就這樣一樣啊 你今天徵收這邊農地 就這樣一樣啊 苗栗大埔 他為什麼他們都一直在徵收農地 因為我們這邊最簡單 剪一個例子最簡單的 現有的看守所 是10公頃 他在96年的時候 公告限值是59億 59億啊 但我敢講一講 他只要把判守所一頒簽之後 那個地域一定為商業區 後面公告限值加個0 那我也過吧 對啊 這變590億 那等於說 變成商業區 590億還沒蓋喔 如果再蓋了之後 恐怕再加兩個0 都不值喔 然後呢 問到我們這裡呢 96年的時候 他徵收他說 一瓶是八千塊 公告定價加四成 八千 那八千 請問一下 我就有一千瓶 一瓶八千 我拿八百萬 不是我拿 因為他徵收兩條路可走 只有拿現金 補賞金 八百萬拿的 我走了 土地是政府的 如果拿底價地 八百萬人幹嘛 所以說 我解釋給你們 八百萬 我拿二錢走人 我生活沒有 沒有了 如果拿土地 他們說 政府說拿四成對不對 實際上不是四成沒有錯 但是變成說 徵收的價值 等於 其餘土地面積的價值 我現在只有八百萬的價值 的面積 價值 我已經有開花好之後 他講開花好 一瓶是十二萬 四成 八百喔 那我一千瓶嘛 那四成就四百瓶嘛 四百瓶就四千八百萬嘛 一瓶十二萬嘛 那我只能拿八百萬的面積的價值回來而已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還是 並不是有那麼多千瓶 而是那個八百萬的那個瓶數 對 對 那問題是你八百萬拿的 你日子怎麼隔 對 我怎麼前講過呢 我現在一千瓶可以生活 全家人大小都可以做生活 那我拿了之後 像我在中年失業了 五十幾歲 去怎麼辦 哪裡找到工作 那政府他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他政府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我們講一說中國大陸好 他是共產國家 他要開這條路 做這個東西 很簡單 他還沒開之前 先把你所有的房子都蓋好了 你搬去那邊住 有個房子 一個人的面積都是一定的 你有幾個人 配多少面積給你 然後呢 你長根地沒關係 我配一塊地也給你 共產國家像是這樣 反過來台灣 所以為什麼一些 一些農民團體會說 一說一說一說 這還是抗爭 這個動作出來 為什麼 沒辦法 農民也是講得最粹事 對於GDP 什麼什麼什麼貢獻 貢獻度 很小 很小 因為這個GDP貢獻小 對啊 所以大家看他GDP 但是你政府有沒有考慮到一點 台灣的農食 那個 農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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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哪天真的 你要不進口 東西給你 涼框不進口 給你的時候 還要怎麼辦 十個人是不是 七個人要二十 那你一直在徵收 涼鐵一直在徵收農地 你有沒有考慮到一點 不但徵收啊 他還費根 還補助啊 沒有 其實 這是 但是 補助這方面 農民是咎由自取 因為 你拿 你的補助 雖然不是四萬多塊幹什麼 沒有用 造成 農地要放費在那邊 造成一些不孝商人 新稻廢土 公用廢土 這樣 那這是政府一個決策的錯誤 所以說 我們每年的 農業的 金額 光老農 老的年齡金就這樣 好像將近六成 那些修根補助所 怎麼都 就老年齡 真正 補助到 真從農了 鬼屋其無 對 那些農地 可能已經都轉 轉賣給別人 在那邊養地了 對啦 還可以拿到 修根補助 現在就是這樣子啊 假農民啊 假農民啊 真是也沒辦法啊 陳輝哥帶你 好啦 好 我帶你們去 去看一看好不好 好 看觀光菜園 那現在菜園沒什麼菜 看廁所 看廁所 對 那菜園不用看 我跟你講 你們自己看就好 那邊啦 想上廁所呢 在我車房後面 那個小木屋那邊 那個 車庫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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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庫後面